家里有这种报废的电水壶 不要当作废品给卖掉了 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值钱的宝贝 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 你如果卖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这个宝贝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电水壶底座给它先拆开 这个宝贝就在底座里面 就是这个电水壶收废品的大爷只给我两毛钱 我想呢别说两毛钱 就是两块钱二十块钱 都不一定能买得到里面这个宝贝 我们来看 把这个螺丝拆开完以后 然后打开这个后盖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 其实啊这里面这些东西都不值钱 比如说上面的底座 包括发热管都不值钱 它真正值钱的东西呢 就是上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小灯 这是个直指灯 这个东西可是个宝贝 它是一个二百二十伏通用型的 这个东西啊有钱都不一定买到 而且这东西非常的有用 我们用一个剪刀 把这两条线给它剪下来 这个东西呢根本都没有单独卖的 除非啊你要想用这个东西 只能买个电锐壶 然后呢把它拆下来 你看我们把它拆下来以后 然后呢第一步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线头 给它拨一下 拨出里边的线 拨好了以后 它可以做什么呢 你看啊像家里的很多插牌 上面没有直指灯 是不是 这个呢就是我以前做的 没有直指灯 包括这样的插座也没有直指灯 那么呢我们可以在上面给它加上一个直指灯 这样以后呢 家里的插牌有电没电呢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好用 这个直指灯上面就两条线 我们给它接上就行 这两种呢接线方法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接到这个插牌上面 把这个插牌打开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把上面的这两条线给它先松开 松开上面的螺丝 然后我们来看 就把这两条线和这电源线给它都并在一起 这样拧一下拧起来 这条线也一样 给它拧起来 我们看就这样拧好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两条线给它再拧到原来的位置上面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把这条线再拧回去 这个直指灯上面的两条线 不分零线和活线随便把它接上就行 接完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盖给它再扣上 再扣回去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眼 怎么样呢 你看上面的灯就亮了是不是 有电没电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是不是 非常的方便又好用是吧 我们在卖飞品之前 可以先把这个灯给它拆下来 这可是一个宝贝 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